1886年10月10日,从天外飞来的两个火球,坠入西伯利亚诺博尤里村。 当地人找到两块陨石,重约2000克,其中含有1%的宝石。 你可知道,如何才能判断出一块石头是陨石呢? 如果你面前有一堆石头和铁块,你能分辨出哪一块是陨石? 哪些是地球上的岩石或自然铁吗? 根据物质成分的不同,陨石可以大致分为三类,石陨石,铁陨石,也叫陨铁和石铁陨石。 陨石在高空飞行时,表面温度达到几千摄氏度,在这样的高温下,陨石表面融化成了液体。 后来由于低层比较浓密大气的阻拦,它的速度越来越慢,融化的表面冷却下来,形成一层薄壳,叫溶翘。 溶翘很薄,一般在一毫米左右,颜色是黑色或棕黑色,在溶翘冷却的过程中,空气流动在有时表面吹过的痕迹也保留下来。 叫气印,气印的样子很像在面团上按出的手指印,融桥和气印,是也是表面的主要特征。 如果你看到了的石头或是铁块的表面有这样一层融桥和气印,那你可以立刻断定。 这是一块陨石,但是,落下了年代较长的一些陨石,由于长期的风吹,日晒和雨淋,融桥脱落了,气印也就不易辨认出来了。 但是,那也不要紧,还有别的办法来辨认,石原石的样子很像地球上的岩石,用手掀量一下,会觉得它比同体积的岩石重些,石原石一般都含百分之几的铁。 有磁性,用锡铁石试一试就会赶到,另外,仔细看看石原石的断面,会发现有一不少小的球粒,球粒一般有一毫米左右,也有大的二,三毫米以上的,百分之九十的石原石都有这种球粒,它们是原石生成的时候产生的,是变认石原石的一个重要标记,原石是来自地球以外太阳系其他天体的碎片, 绝大多数来自卫玉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,少数来自月球和火星。 铁石按成分大致可分石银石、铁银石、石铁银石三大类,一般成不规则形态,同时还只有硫纹或硫线构造,绝大部分的银石都是石银石,可以分为球粒银石和无球粒银石两大类,只有百分之六的银石是铁银石,或获洒着岩石和金属的石银石, 铁银石的主要成分是铁和镍,其中铁占百分之九十左右,镍的含量一般在百分之四、百分之八之间,地球上的自然铁中,镍的含量不会有这样多,在铁银石上切割一个断面,磨光后用百分之五的硝酸酒精进石,光亮的断面会呈现出特殊的条纹,像花格子一样。 这是因为铁银石本身成分分布布置云,有的地方含量量多些,有的地方少些,含量量多的部分化学性质稳定,不容易被酸腐蚀,而含量量上的部分受酸腐蚀后变得粗糙无光泽。 这样就由这些量的河岸的部分组成了花格子一样的条纹,除了极少数含量特多的铁银石外,都会出现这些条纹,这是辨认铁银石的一个主要方法,使铁银石极少见,由石和铁组成,它含有大致相等的铁和硅酸盐矿物。 在三类银石中,是铁银石最多,1976年3月8日,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地区,降落的一场大规模的银石铁,就是一次实质的球粒银石铁,这次银石铁三落范围达四五百平方千米,搜集到的银石有一百多块,总重量在两千六百千克以上。 其中最大的一号也是重一千七百七十千克,是目前世界上搜集到的最重的一块石银石,第二位的是美国诺顿石银石,重一千零七十九千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